2月14日,玛丽在社交平台罕见晒出全家服并配文《我的小情人》节日快乐 照片中,玛丽一家三口在海边度假,十分惬意 玛丽穿着黑色上衣搭配碎花裙,简单休闲,亲和力满分 玛丽的老公许文贺穿着白T恤搭配短裤,头上还扎了一个小辫子,打扮得非常清凉 小家伙剃了光头,个子长高了不少,牵着爸爸妈妈的手,面朝大海,画面非常温馨有爱 看到这一幕,也有不少网友调侃道,这是拍完戏回来了吗 玛丽和许文贺结婚近四年的时间,这是她第一次公开晒出全家服 可见婚后的玛丽是越来越幸福的 终于在36岁的年纪,遇到小她11岁的老公 也就是许文贺只有25岁的时候,娶了比她名气大很多的玛丽 姐弟恋,女强男弱这些词根本都是假的 玛丽许文贺的美好爱情,证明了爱情没有年龄,金钱等方面的世俗影响 随后许文贺转发玛丽的微博,并配文 节日快乐,爱你俩,这俩夫妻的互动真的是简单,有意思 每个字中都透露着温馨幸福 玛丽与许文贺在2017年公布恋情 2018年结婚,玛丽于2020年产下一子 从一开始被人看不起的兄妹,到现在的模范夫妻,互相关心和支持 两人结婚之后,就分别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出动态 许文贺说道,等不了长发及腰了,现在就去 玛丽转发并且说道,我头发还没你头发长呢,不等了,现在就嫁 如今,玛丽许文贺夫妻两人相恋五年,结婚四年 在两年前拥有爱情的结晶,可谓是家庭幸福美满 三口之家,其乐融融 玛丽结婚后,也没有忘了拼事业 2020年春晚上,玛丽挺着运渡表演 包括今年玛丽和沈腾上春晚 许文贺一直陪在身边 现在,开心麻花演员录制一档综艺 玛丽和许文贺都有录制,玛丽和沈腾总是组CP 许文贺就在旁边,从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 非常支持玛丽的事业 到目前为止,玛丽在内地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15亿 成为了国内票房最高的女星 而夏洛特烦恼,修修的铁拳等作品也都获得了好评 许文贺年龄比玛丽小11岁 但她真的很成熟 在精神上给玛丽充分的安全感 物质上,玛丽可以忙自己喜欢的事业 赚到足够的钱养家 在精神上,许文贺真的很贴心 全心扶持玛丽的事业 也可以说是甘愿付出自我 玛丽和许文贺幸福的恋情 也让很多姐妹们明白 真正幸福的爱情一定没有年龄 物质等传统意义上的障碍 用心等待一定会有对的人出现 最后祝所有的有情人情人节快乐